你看柏拉图 其实我们要讲柏拉图这一点 就是苏不达地探讨美的问题 讲的就很清楚 就是有许多美丽的事物和善的事物 当我们说它存在的时候 用这样的话定义它们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 我们又说有这个大的 这个美的事物 善的事物 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一个美自身 善自身 也就是相应于一组众多的事物 那么它们都有一个单一的理念 这个理念 对它来说是真正的实在 所以理念和事物的关系 如果从我们的角度理解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事物和概念 一类事物和一类事物概念之间的关系 只不过柏拉图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和我们不一样 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可能把花的概念就看作是 我们对花的抽象 所形成的共性 也就是对它们的共性的抽象 所形成的概念 但在柏拉图这 这个定义 这个概念 它具有本体论的 这个作用 本体论的意义 这就涉及到了理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理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既然有一类事物就有一类事物的理念 理念是一 而事物是多 那么究竟理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怎么解释 柏拉图有过早年的思想 有过两种说法 也就是说对事物和理念之间关于有两种解释 一种它叫做分有 它叫做分有 也就是说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 是因为分有了美的理念才是美的 也就是你这个美的事物 有美的事物 还有美本身美的理念 那么你那个美的事物的美从哪来 你的根据何在 根据在那个美的理念 你只有分有了美的理念 你才是美的 分有了大的理念 你才是大的 所以他说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同名的理念 花是分有了花的理念 美的事物是分有了美的理念 那么所以这个柏拉图讲说 如果在美自身之外还有美的事物 那么它们之所以美的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因为它分有美自身 美类事物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柏拉图这个讲 这个使用的概念里边经常用 美自身 善自身 其实指的就是美的理念 善的理念 善的理念 那么它还有一种 这个解释 理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它叫做魔法 在这里 柏拉图引入了造物主的概念 造物主的概念 那么柏拉图讲究说造物主是根据理念 创造具体事物的 所以具体事物是因为模仿理念而存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们在探讨问题 其实也是人类在探讨哲学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始终不可能摆脱开的是人的角度 人的立场 尽管我们试图认识世界本身 但它实际上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 你看它的类比 它类比是什么 就是说 目光是根据桌子的理念来制造我们的桌子的 我们总是要一个桌子的概念 一个桌子的一个模型 一个蓝图 然后我按照这个蓝图去制造这张桌子 同样 造物主是按照理念的模型创造了这个世界 柏拉图关于造物主的概念主要是他有一篇 这个话叫这个地脉欧片 那里边他探讨自然哲学的问题 探讨这个造物主如何创造世界的问题 实际上后来对这个基督教思想 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模仿和分有有类似的地方 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引入了造物主 但是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要想解释理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无论苏格拉的也好 柏拉图也好 是把一个认识的关系做了一个颠倒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认识了很多花 于是形成了花的概念 但是柏拉图或者苏格拉的可能会说 是因为先有了花的概念 你具体的这些花具体的事物才能存在 那么关于理念或者概念或者共相 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我们通常说的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具体事物都是个别的 但是每一类事物总有一类事物的概念 一类事物的共性和普遍的概念 什么叫一般 那么这个一般和个别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柏拉图主张一般和个别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世界 理念世界是存在于可感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 是由于分有或者模仿了理念世界这个模型 而成为我们这个世界 成为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柏拉图在这个国家片《理想国》里边 他做的比喻 他大概用的是床 我们用桌子 你按照柏拉图的思想 这个世界上有三张桌子 一张是画家画的桌子 一张是这个具体存在在我们这儿的桌子 现实的桌子 还有一张就是桌子的理念 柏拉图问呢 说这三张桌子随时真实的存在 画家画的桌子当然不真实 因为它不过是具体桌子的影像 柏拉图说这个具体的桌子也不是真正的实在 它是桌子里面的影像 真正的实在是桌子的理念 因为具体的桌子是可以毁坏的 但是那个桌子的理念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我们通常把柏拉图说成叫它做客观维心主义 也可以说是西方德学史上第一个客观维心主义的体系啊 因为所谓客观维心主义的强调的是这个理念事物的概念啊 就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构成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据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的理念 它其实至少具有四重含义在里面 它的功能作用 首先它是事物的共向 这个从苏布拉图来 有一类事物就有一类事物的类概念 有美的事物就有美本身 所以理念是事物的共向 其次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据 因为具体事物存在是因为分有和模仿的理念而存在的 所以第三理念是事物模仿的模型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像木工要按照桌子的模型制造桌子 那么造物主就是按照理念去创造了世界 最后理念又是事物追求的目的 为什么 因为一类事物只有一类事物的理念概念 这个概念永恒不变 代表着最完美最完善的它的本质 具体事物是相对的偶然的 但它们的本质是普遍必然的东西 任何一个事物总是要实现它自身 那么实现它自身就成了它追求实现的目标 比如说美的事物要成为美的 那个美就成为它追求的目标 所以就是虽然说事物都是相对的 但是它们总以追求那个最完满的 最完美的自身作为它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看理念它的含义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它既是事物的普遍共享 所以你理解什么叫理念 其实要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理念就是概念 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的概念 但是柏拉图在这里边的这个概念 不仅仅是我们说我们对事物的抽象所形成的 而且它是事物存在的根据 事物存在的根据 是事物模仿的模型 也是事物要达到自身完善所追求的目标 那么由此 柏拉图就区别了两个世界 我们前面讲了叫做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 因为一类事物有一类事物的理念 那么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事物 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就组成了我们所能看到 所能感觉到的感觉的世界 可感的世界 现象界 那么每一类事物有每一类事物的本质 每一类有每一类事物 有每一类事物的这个理念 那么由理念组成的理念世界 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 作为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据 和他要追求实现的目标 追求实现的目标 那么这两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相当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综合 因为我们知道在巴门尼德那里边 他比较排斥 他虽然他排斥那个意见的世界 要专注于那个真理的 排斥那个意见之路 专注于那个真理之路 但是在柏拉图这里边呢 他并不否认 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感觉的世界 现象的世界是存在的 但是它是不完善的 它是相对 它自身还需要有根据 自身要有根据 那个根据是另一个世界 所以赫拉克利特那个川流不息的河流比喻 一切节流无常度 就是我们越界的这个天强界 那在这个世界之外 有另一个世界 我们叫它做理念的世界 叫做理念的世界 由此啊 这个我们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尽管认识论 就是非常自觉的当作问题去讨论 可能需要后来才这个这个哲学家们的工作 是吧 但是你只要这个这个哲学出现 人们要想提供一种理论化的世界观 它就避免不了认识论的问题 两个世界的划分相当于柏拉克利特的本体论 我们讲这个世界的问题 但是这个划分的背后 其实是和认识论相关的 一方面是感觉 一方面是思想 可感世界是可感而不可知 那个理念世界可知而不可感 一个是感觉的对象 一个是思想的对象 用我们经验话说 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可以通过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 在柏拉图这里面行不通 因为他认为理念世界 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 那么这样一来 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如何认识理念 我怎么知道有理念世界的存在 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理念 那么柏拉图 在中期或者早期的思想里边 曾经从两个角度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种解决的方式 我们可以叫它的回忆说 另一种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称它为叫做灵魂转向 灵魂转向 都涉及到对理念的认识 因为我们想一想 感觉世界可感而不可知 理念世界可知而不可感 我们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去认识理念 恰恰要超越感觉经验 才能把握那个理念 那么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理念世界 我们怎么去认识它 首先我们看看回忆说 柏拉图有个说法叫学习就是回忆 我记得我在讲到苏格拉帝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句 说当时人们会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知识是可教还是不可教的 苏格拉帝就主张知识是不可教的 知识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 知识先天的 学习是什么 实际上是把我们忘掉了的东西 让它重新回忆起来 这就叫做回忆 这就叫做学习 柏拉图讲故事 他说人的灵魂原本生活在理念的世界 它和理念就是融为一体的 它通晓理念世界的一切 但是当它下降到尘世与肉体结合之后 把这一切东西都忘掉了 学习是什么 学习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 让你回忆起你原本知道的东西 那原本知道的东西 柏拉图借苏格拉帝之口 就是讲故事吗 他就讲 就是可以从一个完全不识字 没有任何数学知识的孩子 通过对话的方式 让他说出了毕达戈斯定理 苏格拉帝的结论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原本就知道的 我不过是起了一个诱导的作用 学习是什么 通过诱导的方式 让你回忆起你原有的东西 我们可能就会问 为这个有点太过这个玄妙啊 你讲爱灵魂原本生活在里面世界 通宵世界一切 然后你可以讲故事 我们会想一个人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你那个原本通宵理念世界那些知识在哪存在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体的知识形态 他怎么可能在就是说在人的头脑中存在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在哲学上一般的我们叫他的什么 经验论与鲜艳论的争论 经验论与鲜艳论的争论 这个争论一直会演绎下去 后面我们讲到迪卡尔讲到康德 还会面对这个问题 还会面对这个问题 而这里边最根本的麻烦就在哪 就是感觉经验是相对的偶然的 不可靠的 经验无论怎么重复 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普遍性和必然性 这一点实际上17世纪的经验论自己 最终在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修姆的里边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修姆讲说经验重复一万场还是经验 经验只是过去和现在已经经验过的东西有效 所以明天无效 明天你只有经验到了 你才能说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什么 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经验绝不是经过多次重复 有限的就变成无限的 相对的就变成了绝对 其实我们最容易举的例子 就是这个一切天鹅都是白的 故意那推理的问题 对吧 我们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 但有一天人们见到黑天鹅 所以你那个推理就无效了 人们就意识到 修姆这个问题到二世纪 后来人们也在讨论 人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归纳推理恐怕不能下全程判断 你不要说一切全部 你只能说有些我见到的 我看到的 就像你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 是因为我们见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所以我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 但是你见到了黑天鹅 那么我们是不是说 那一切天鹅或者是白的或者是黑的 也不行 也许哪天我们见到红天鹅 绿天鹅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建立在经验观察机组织上的归纳推理 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可我们要知道 希腊人一开始要追求的就是知识 知识一定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那么你那个普遍性和必然性从哪来 经验论有它一个很有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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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啊 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定有感觉经验 你才能认识这个世界 但是它有最大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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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致命的一个地方呢 是什么呢 就是它无法解决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那么波拉图你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看作最早的先验论的模型 什么叫做先验论呢 就是一定不能建立在经验基组之上 一定要具有先天性 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先天 比如我们说啊我们头脑中具有先天的知识 这是一种先天 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 这也是一种先天 两者区别还是很大的 前面我们讲学习就是回忆 体现的是波拉图 讲这个知识是先天的 原本就在我们头脑中 学习是让它呈现出来的 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很难有说服力 你不能因为经验论错了 你先言论就一定对 是吧 就不能因为他错了你就对 是吧 所以波拉图还有一种解释方式 我个人认为啊 就向那个方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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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转向说 灵魂转向说 其实这个灵魂转向说 和我们前面讲那个洞穴比喻是相关的 我们 我们讲洞穴比喻嘛 人看到的就是影像 除非你转过身来 你才能发现 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假像 影像 后面才认证实在 你始终面向洞穴 看到的是影像 你不断的持续下去 重复多少遍 你也无法知道它是影像 除非你转过身来 灵魂的转向就是 需要从感觉经验的世界 转向理念世界 那么在这样一种灵魂转向说里边 柏拉图其实就有点提出一点 就是我们具有先天的认识能力 而不是先天的知识就在头脑里边 灵魂 肉眼看到的是感觉经验的世界 灵魂转向的是另一个理念的世界 当然我们说 柏拉图在这里边 毕竟没有深入系统的讨论认识论论的问题 毕竟它没有像后来 我们后面 我们讲到近代哲学的时候 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会更深入 更复杂 更详尽 但是柏拉图实际上已经意识了 是吧 后来哲学的很多的讨论的问题 很多讨论的问题 也给出了它的一种方式 或者把知识看作是先天的 或者把能力看作是先天的 总而言之 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 不足以给知识提出基础 因为你普遍必然的知识 不可能建立在相对偶然的经验基础之上 所以柏拉图的理念论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给知识提供根据 就是给知识提供根据 所以柏拉图的理念论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给知识提供根据 就是给知识提供根据 要想要让我们的知识有根据 维护知识的存在 通过什么方式 拍摄预备 在当代发 指识提供根据